美国国防安全合作署DSCA表示 已通知国会 美国同意军售台湾价值达3亿3千万美元的武器 包括F-16、C-13栋、F-5经国号与所有航空系统备件 以及其他相关的支援系统 声明指出 这次对台军售将有助于提升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 也能提高受诸国的安全与防卫能力 对此总统府发言人黄崇燕感谢美国政府对台湾国防安全的重视 以及坚定履行台湾关系法与六项保证的承诺 黄崇燕说 在此同时我们也会持续提高对国防的投资 强化国防工业与国防科技研发 并在国防安全在内的各项议题 与美方保持密切沟通与合作 外交部也对此表示欢迎与感谢 外交部发言人李宪章说 这样的一个举动 展示了美方对台海安全也好 或区域合并稳定的一个承诺 那我们觉得说这些是正面的发展 有助于强化我们国人 对台湾自我防卫能力的信心 国防部指出 这军售案是台湾在去年向美国提出 项目为F-16等四行机 五年份标准航财零附件 后续将由空军与美方签订发架书 并规划接运入库其成及预算编列事宜 这军售案渴望在一个月后正式生效 警广记者王罕银报导 校园也看见 此麻烦